随着一拳超人二郎片的结束 一拳超人也迎来了下一个篇章 不出意外的话 看现在从日本的内容 基本就是龙卷大战奇语的篇章了 龙卷大战奇语是重头戏 那么自然前面会有一心 吹雪大战塞克斯 吹雪大战龙卷的小插曲 按照村田的个性 在英雄协会的弟弟 还有着很多金属骑士养殖的鬼籍 甚至龙脊怪人 这里面也可以大做文章 那么在最新话 塞克斯已经被抓了 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组织 阅读组织 博瑟一 今天这个视频 我们就简单讨论一下 从这本最新话的内容 来谈一谈 难道村田肉旺又奔了吗 到底是按照王源作版的剧情 直接创作好 还是说按照村田改编的好呢 在最新话中 出现了一个新的组织阅读 很显然这是村田改编的内容 而阅读组织 找到塞克斯的真正原因 是因为塞克斯在短时间内 跟龙卷不相上下 他那个时候的变异 到底是什么 没人知道 阅读这个组织 就是要研究明白这一点 阅读我们轻轻松松的 就能想到月亮 月亮我们又能轻轻松松的 想到神明 而塞克斯听到阅读这两个字 为啥会大发雷霆 说明塞克斯非常憎恨阅读组织 而塞克斯是兴奋神明的 神明赋予塞克斯力量 塞克斯接受神明力量的时候 是这样说的 神明屈尊撇向了这边 所以塞克斯对神明非常的尊重 而阅读跟塞克斯处于对立面 所以我们猜测 阅读组织很有可能 想要通过研究来掌握 或者掌控神明的力量 让神明屈服于人类的脚下 原作中并没有阅读这个组织 很多人又说 村田跟武王的关系又本了 村田又乱改剧情 为什么阅读组织会出来 吹雪跟塞克斯的战斗 明明是在怪人协会前期 现在放在回忆里面 而且是放到大战的最后 到底应该改剧情 还是不应该改剧情 在恶狼片的后期 改剧情是最为严重的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 出版恶狼对战奇遇 是小巫谈话的版本 最终版本才是改成现在这样的 神明出现直接给予了恶狼力量 恶狼拥有了核辐射的力量 也拥有了复制他人力量的能力 这些都是神明之力 之后用噶马射线爆打飞了奇遇 爆破提前出场跟恶狼大打出手 神明的秘密也慢慢揭晓 我们也提前知道了爆破的能力 爆破直接将奇遇恶狼传送到了太空 然后就有了后面 奇遇跟恶狼在木星对打 奇遇一个喷嚏 直接打掉了半个木星 之前在原作中都没有出现过的内容 恶狼片接近尾声的时候 也是关注不满情绪最大的时候 那么为什么不按照原作话呢 原作奇遇跟恶狼的对话 显得更加有智慧 充值满的奇遇奔了 恶狼也奔了 爆破的神秘感也没有了 打到木星太夸张了 一拳超人要烂尾了吗 等等这些呼声是最多的 恶狼片结束以后 接下来的几话 基本是跟原作走向一模一样 不满的声音并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一拳超人的热度大大的降低 讨论度也大大的降低 虽然这是新篇章的开头 显得有些平淡也能理解 但是热度跟恶狼片的结尾 根本没有办法相比 也就是说 如果跟原作一模一样的话 一拳超人根本不会再打倒 恶狼片结尾的时候 那样的热度 会都是一样的剧情 为什么大家还要再看一遍 就因为画风变得很好吗 如果跟原作一样 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去看 只有不同的剧情 才能激起观看的欲望 剧情不同才能对比 通过对比重制版与原作版 也能激起很多讨论的欲望 这些讨论都是热度 所以对于原作版来说 适当的改编才是最好的情况 优秀的划分再配上优秀的改编 像是最新化 吹雪跟重伤的赛克斯对决 显得就有些合理 原作中一个能伤到龙卷的超能力者 吹雪居然一个人打败了 吹雪跟龙卷的超能力 可是相差不知道多少个等级 优秀的改编跟优秀的划分 能促成一拳超人更大的成功 但是目前我们也不清楚 春田的这些改编 到底有没有望的草稿 但是根据春田在社交平台上的发言 重制版的剧情 都是跟望讨论过的 望都知晓 原作版作者望 应该都是知道的 有些改编 的确有些令人不太满意 但是热度高 那是事实 就像海贼王 通出鹿飞变身无党 橡胶果实变成了妮卡果实 也有很多人在骂 但是热度看出动漫的第一 所以热度非常的重要 热度才是钱 包括最新化 为什么吹雪要清嘴才能封印赛克斯 因为大家喜欢看 看到这里 你认为后续重制版的剧情 是按照原作的路线走 还是说尽可能去改编好呢 欢迎评论发表你的观点 我是一 喜欢一拳超人的内容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 再见